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12月15号进行的一盘网棋 由黑方、盛敏郡对战白方、赵成宇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选择对角 黑棋挂角,白棋拖先,手脚 黑棋走了一个大斜 白棋并没有选择靠出的复杂变化 始战,白棋尖顶完周虎一个 这样的话,白棋就通过连续爬,跳出 把下方安定 黑棋呢,外面先手变后 接下来,黑棋也可以考虑直接往右上方手脚 从而继续发展右边这一带的潜力 始战,黑棋往左上脚碰,碰完之后搬 接下来就是一个流行的定式下法 黑棋压过来,白棋拐头 这里紧住黑棋的气 关系到周围的后保 黑棋扳头,白棋断完周 黑棋先打吃再打,白棋外面断 这里就形成一个战斗 那双方肯定要先把各自这个棋往外面出头 始战,黑棋长一个,白棋挺头 黑棋跳一个是棋形 不过接下来白棋仍然是往前冲 虽然说这个地方自紧一气 但是同时也紧住了黑棋的气 接下来白棋往上打吃的话 黑棋这四颗子就不能再要了 如果黑棋仍然体调 被白棋先手打吃滚包的话 接下来黑棋会非常危险 首先白棋至少可以往上方先手长 补掉这里的断点 黑棋外面不管如何补断的话 还是个鱼形 除此之外,白棋还有这种断打严厉的手段 要把黑棋这两块棋分断之后 分别攻击 所以说以后黑棋定型 最多也就是先手长刀这一下 把脚上四颗子弃掉 然后再往外面去走棋 实战黑棋跳架 这个地方肯定是夹不住白棋的 主要是为了把白棋走中 实战白棋冲完之后断打 这个也是必然的变化 那接下来选择题就交给黑棋了 黑棋如果说沾上的话 白棋也并不怕 因为白棋可以往中间断打丸咒 打吃冲出来 这样黑棋在搬住的话 也是封不住白棋的 而且黑棋虽然说上面有这一手先手长 不过外面气仍然非常紧 上下两边都得去补棋 这样黑棋也不太好下 实战黑棋想甩掉上面这块包袱 所以说打吃再打滚包 往中间尝一个打算弃子 左上角这块棋呢 现在最好的就是选择弃掉 如果说黑棋不肯弃的话 非要拐出来 那白棋打吃完之后 虎一个封锁 黑棋就很难再出头了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的出路只能往这儿飞 白棋夹过来的话 黑棋也是出不来的 穿向眼会被白棋给铐断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可能越跑 最终死的越多 实战黑棋就非常大局的选择弃子 尝一个白棋上面打吃 黑棋在拆边 这样的话 黑棋右边连同中间这里的潜力 就已经全部呼应起来了 并且呢 底下白棋跳出的这颗子 还是个软头 以后黑棋压过来 仍然是先手 所以说接下来就非常考验 白棋这个破控的能力了 之后白棋也是先不着急 往右上方高挂 黑棋脱退 白棋沾上 黑棋选择四路飞 接下来白棋打入 之后对于这颗子的话 黑棋攻击的这个方向是非常多的 首先呢 如果说黑棋先往脚上 交换一手 然后往边上 扎钉的话 白棋是可以大飞出头的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的出路还算是比较的广 虽然说黑棋周围很厚 但是右下这个地方呢 黑棋毕竟还存在一些保卫 所以说直接杀白棋不太好杀 那黑棋还有一种缓攻的思路 那就是先往上打入 看看白棋的反应 白棋如果说三路脱过的话呢 那黑棋搬 白棋断 以后周围黑棋有借用的话 白棋右边这颗子 想往上方这里联络 这个出路就算被黑棋给堵死了 然后黑棋再来攻击 那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 黑棋是选择靠压 然后封锁 那白棋在右边做根据力 黑棋这个地方又面临选择了 是斑还是断 断的话呢 白棋可以先打吃 因为黑棋要注意啊 如果说脚上不补的话 以后白棋这里随时有挖毡 给黑棋制造出两个断点 所以说黑棋要先把这手打 给交换掉 再立下去 这个时候白棋就可以转身了 上面斑 黑棋打下来 那白棋打吃完之后 已经出头了 右上角这里还有靠段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为了补掉 右上角这里的保卫 还是选择搬下来之后 粘上 把这里补得扎实一点 白棋往二路飞 这个是眼形的要点 那这个棋的话 其实已经活了 黑棋尖顶 白棋长 外面要飞出 黑棋补一手的话 那白棋扳完之后 一路立也是活棋 这样的话 白棋成功掏出来一块 那黑棋就不太爽了 这个空就这样 被白棋给掏掉 所以说黑棋非常生气的 往上面这个时候打入 白棋三路拖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地方的变化 黑棋如果说马上扳下去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动手也是非常不错的 当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有很多选择 首先是往外面长 白棋打吃 黑棋再长 白棋唬一个 黑棋可以直接跳架 或者说拐打的话 因为白棋周围弃井 这个地方黑棋还可以跳出来 所以说白棋最多是交换一手 只能从二路爬回 这个是黑棋 压缩白棋空的一种选择 还有一种就是 黑棋打吃完之后 连续打 然后虎在里面 这样的话 黑棋就要求活棋 白棋点刺的话 黑棋可以沾 因为外面 白棋还没有完全包扎住 黑棋这颗棋筋 也是可以贴出来 把白棋分断 形成对杀了 所以说白棋得补 白棋补的话 黑棋上面就可以搬过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现在搬下去的话 是可以掏出来一块 实战 黑棋往右下角 靠三三 肩顶还是回到右边 先搜刮 白棋几个 黑棋虎 白棋打吃 黑棋撑这个节 这个节的话 对于双方来说 目前来讲 黑棋比较轻 接下来 黑棋先找本身节 点刺再提 白棋并一个 这里沾的话 看上去把眼位都撑住了 但是并不好 因为黑棋以后破眼 可以选择断 不管白棋往哪边 打吃补棋的话 先不考虑这个 节的关系 那以后黑棋打进去 再打白棋沾上 黑棋扳 这个地方白棋局部是不活的 所以说 沾上的话 反而眼位会变差 实战白棋 并一个 这个是眼位的要点 黑棋点刺 想要封锁 白棋冲完之后呢 稳妥一点 肯定是直接沾 火棋 实战白棋想多冲一下 给黑棋制造断点 不过这个棋啊 AI认为白棋走不到 因为黑棋可以马上打进来 先把这只眼给破掉 白棋再冲的时候呢 黑棋随时往右边二路搬 白棋是一个不活的状态 而且接下来 黑棋可以走到这个眼位的要点 先往脚上 这样的话 黑棋活了 等白棋把右边这里 不管是二路搬做活 还是逃跑 黑棋以后 往中间这里封锁的话 白棋都必须要再去做活 这个是一个先手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黑棋底下这手碰 也会让白棋非常难办 因为这个地方 就看白棋敢不敢冲出来 敢冲出来的话 黑棋二路透点连回 连同白棋右下角 这块棋都不活了 周围是黑棋的铜墙铁壁 所以说正下白棋风险太高 那黑棋往底下碰的时候 白棋如果搬的话呢 黑棋长 白棋要是冲出来 还是有这个二路透点 虎一个的话 黑棋压过来 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地方中间 可以先交换掉 然后再往底下补棋 这样黑棋左下 这整块的潜力 马上就要转化为时空了 所以说白棋这手冲的话 其实是有些鲁莽的 黑棋可以冲进去破眼 这个地方 黑棋可以吓得凶一些 使阵黑棋 还是扳头 白棋打吃 黑棋沾上 那很显然黑棋觉得 现在的局势 还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不过这样下的话 黑棋落一个后手 白棋往二路小间 那黑棋刚才 这个碰的组合拳 就不存在了 接下来 黑棋对于这个局势的判断 还是过于的乐观 这个地方 黑棋应该趁现在 往上面掏空 还是我们刚才 摆出来的这个手段 因为中间 黑棋能围多少 是一个未知数 先把上面这个空掏掉 是比较实惠的下方 使阵黑棋选择大飞 这样去围 然后白棋也是非常敏锐的 在上方补棋 白棋走的也很撑 然后黑棋这个时候 再进去搬 这个时机明显是慢了一排 白棋外面都补棋了 黑棋想在这个里面近活 可能性就变低了 接下来黑棋左边挡住 黑棋这盘棋 还是想发展宇宙流 但是黑棋之前损的空 还是非常多的 这个棋的话呢 白棋完全可以利 这个利是双方必争的要力 因为黑棋就算走出来最凶的下法 往左下角尖33的话 这样不 边上白棋有了这手利 仍然可以点方 把这里的空给打穿 所以说这个利 还有一定的先手味道 实战白棋往二路漏一个 那黑棋应该马上 把这个二路打持交换掉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双先的地方 黑棋迟迟没有交换的 主要是觉得就这样被白棋 上面提通之后 没有任何的借用了 那等于说黑棋上面 这个扭断的形状 想在里面活棋 就更加不可能了 黑棋怕卖掉这个里面的味道 所以说这个先手便宜呢 一直没有交换 实战黑棋选择肩顶 扳把白棋包在脚上 那白棋还是非常实惠的 黑棋虎一个 白棋挤一个之后 打持先手 黑棋沾上 白棋拐头 这样的话 黑棋又面临选择了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 那既然黑棋左上角 没有去二路打 怕卖掉味道的话 就应该趁现在 在上面动手 现在打持完之后呢 直接交换 这个就彻底断开了 黑棋去出棋的念想 然后黑棋赶紧把下方这里小间补好 主要是左边这个先手打持价值太大了 底下再补回来的话 其实这盘棋从胜率上来看 黑棋还有将近30的胜率 仍然是一盘细棋 实战黑棋上面又不愿意先打持交换 左边也不愿意先手打 而是先往下方这里补棋 而且这个补的位置也是非常成问题的 稍后我们从实战就能看出来 那白棋就不管了 黑棋不走 白棋先立下去 这一手棋太大了 等白棋走完之后呢 黑棋也是非常矛盾 又想在上面掏空 而且这个地方 黑棋从这儿打持也不太好 还是应该往上打 往上打再打持 虎上去 虽然讲白棋外面已经连成一片了 黑棋没有任何的出路 所以当白棋点在罩的时候呢 黑棋是不敢去站上的 不然的话被白棋挡住 黑棋要死在里面 但是白棋点在罩破眼的时候啊 黑棋可以直接搬过 能便宜多少便宜多少 这样黑棋已经可以满意了 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还有棋 如果说白棋不点刺 直接挡下去 组度的话 那黑棋往三路飞扩大眼位 白棋一路打破眼 黑棋最起码 还可以去撑这个截 变成一个打截火 那黑棋又有棋下了 而且底下也是有截材的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棋就算左边不交换的话 上面仍然应该 继续动手扩大眼位 至少有一个打截火 实战黑棋往上面打 沾上的话 那白棋肯定要虎一个补棋 这里不至于被黑棋冲下去 形成转换 这样白棋学亏 所以说白棋是要虎在二路的 黑棋搬头 白棋冲 黑棋断打 那黑棋想通过棋子 把外面这里的空全部撑住 不过因为黑棋的这个味道太差 所以说白棋跑出来的话 黑棋也只有沾 接下来白棋往中间断打 长一个 黑棋上面打持 再立 那白棋别无选择 只有紧棋 黑棋夹一个先手 白棋再打 接下来黑棋往外面压 白棋搬头 黑棋打持完之后再打 这几手都非常的必然 然后白棋团住收棋 这个地方呢 白棋必须得补 不补的话里面就出棋了 因为黑棋上面打持 先手 可以把左边这四颗子拽出来 白棋再冲的话 黑棋 长棋 再冲 再长棋 再冲 立下去 长棋 这样白棋这块棋要被黑棋反杀 所以说实战白棋先紧棋 里面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接下来要收棋 其实这个地方 黑棋 损进去这么多木的话 这个时候黑棋的控是不太够的 接下来黑棋往左边挡住 白棋直接一路搬斩 把这个双仙棺子给收掉 底下 虎一个 这个地方黑棋很难受啊 连回来的话呢 被白棋搬过 这个木数很大 并且黑棋不补的话 外面还有靠段 这样靠段 黑棋强行的把这个控撑住的话 白棋断打完之后 打吃药出起了 黑棋这样科子就连不回去了 再沾的话被白棋一气闷 所以说黑棋也就开始找投场了 反正连回去空也不够 黑棋干脆立下去 白棋靠出 长一个 黑棋再压 最终走到白棋 搬出的时候 黑棋认输 因为这个棋继续走下去的话 黑棋断 白棋还可以挖在这 黑棋不管往哪边打吃都不行 下面这里打的话 白棋贴住先手 黑棋补断 搬一个 白棋打吃之后再打 这样快一气杀黑棋 黑棋要是双打吃的话也差不多 白棋跑出来先手 黑棋打吃补断 白棋仍然是往这滚包 快一气杀黑棋 所以说这样一下黑棋就不太行了 那这盘棋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神明俊想构思这个宇宙流 所以说在几个脚上选择的这个定势啊 都是取外式的走法 虽然说这个棋下的还是比较有气势 但是黑棋进入到中盘阶段 还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 特别是在上方 黑棋出现了连续的判断失误 首先是黑棋要打入的话 应该在白棋这个缺口还没有补掉之前打入 白棋三路拖 黑棋直接半断 可以在里面做活 还有就是左上角 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二路打持 黑棋一直没有交换掉 就是怕卖掉上方的味道 但是呢 当白棋把这手棋已经走到之后 黑棋还是漏算了上方可以打结火的这个出棋的方式 只占黑棋就简单的往外面打持 弃掉上面这一块 把中间围住的话 这个空已经不太行了 并且在下方黑棋这里补棋的这个选点也严重有问题 最终被白棋直接靠出之后 这个棋黑棋很明显已经不行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